哇~~太強了吧~~ 也可以耶 哇~~ 哇靠 又雙勾了 欸很扯耶 今天第一次就雙勾 啊你第二次有 兩個都是雷紮片 所以都是吸引過來 耍一個帥的 哇~~ 現在時間呢 是9點53 我們今天要拍來來釣蝦場 我們以為是10點開 沒想到它好像提早開 人超級多 今天主題呢 是要測試這個 教你釣蝦的牛肉蝦兒 這個就是一代的嘛 然後這是一代的粉 這個是二代的爆香款 二代的粉 這是最新出的 教你釣蝦香蕉牛肉奶香款 那這是它的蝦粉 這個蝦兒我們費盡心吃啊 就是因為我們的蝦兒啊 比如說什麼金牌牛肉 沒有一個名字 這次出就是 焦你釣蝦 香蕉牛肉的奶香口味 很香蕉 今天就來測試對不對 香蕉牛肉 再來來釣蝦場 海門場 公蝦咬不咬 那我們打開呢 就是這樣子 一包可以釣 幾包三四個小時 是沒問題 測試這個 焦你釣蝦的黃色的蝦兒 所以我們配的那個阿波呢 也是有點綠黃色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顆 漢馬PRO的吃水餡在哪裡 剛剛的吃水餡在這邊啊 那很多人問說 漢馬PRO跟普通的漢馬PRO 到底差在哪裡 差在材質不一樣 漢馬PRO是奈米的材質 蝦子有來夾 跟鬍鬚不小心碰到或路過 它的訊號很明顯 那我們來量一下 漢馬PRO的水深 量到我們剛剛丟下去 那個吃水餡的位置就可以了 看這個香蕉布 欸等一下 正式的 漢馬PRO 我覺得這耳蠻棒的耶 有點出握了 沒有啦 他自己吃我的 然後又不給我掉 而且還在效果 這隻是噸屍啊 這隻是噸屍的 超噸屍的 哇 這隻是噸屍的 哇 正式的 太強了吧 也可以耶 又雙勾了 欸很蠢耶 今天第一次就雙勾 啊你第二次 兩個都是雷達片 我之前都是吸引過來 耍一個帥的 爽對不對 今天的阿波跟甘子的話 你使用下來 我覺得你今天運氣也特別好 我們其實雙勾了兩次 整場十隻甘子 我發現我們的其實很癢 而且剛剛放 放黑啊不是在這裡放 對啊是在那個角那邊放 啊我們在最邊邊耶 我們耳是ok的喔 算不錯 就是跟別人比的話 那個舊耳率來看的話是ok的 這個耳泡過水 它的味道還是會在 不是每一個耳都這樣嗎 有一些耳其實 它顏色很鮮豔 丟下去之後拿上來 顏色在 會讓別人覺得說 顏色在味道就在 顏色的話呢 有掉一些啦 雖然說有點淡淡 香蕉的味道很重 還是在 你剛剛是不是有動到啊 不然怎麼它補片 它只是換邊而已 喔來了 還在啊 它現在是在跟你鬥 看一下要哪一邊 對 看來它輸了 嗯哼哼 它決定了 怎麼辦它往這裡一走耶 好漂亮喔 看馬坡好玩就是在於說 有東西來咬 其實我剛剛也沒有硬去繃緊它 它沉下去很明顯 只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都會淹過去阿坡上面 這不是因為你退的比較沉嗎 這個是韋力哥和阿坡的創始人 跟我分享阿 他跟我講說 如果調太苦 它的訊號呈現會很醜 那個微訊就出不來了 自吃的 可以錯拉了拉了 拉哪邊 拉拉拉 拉歐隻 兩隻蝦 挺熱的 好重喔 很大耶 這個 比他起相機 我們可以估計一下 這隻蝦其實是很大的 有有 요 cor 差不多差不多 今天有疫情 還ok啦 我們來到來來釣蝦場呢 又是這個組合 把釣起來蝦 Priya呢 拿木炭來烤 木炭就在信良門那個位置 木炭就在那邊 這個網子啊 盤子啊 其實在櫃檯附近都拿得到 少不了呢 就是叫一點烤肉來吃啊 我這個蝦子啊 手跟頭都剪掉 這樣子烤會比較方便啦 然後我是沒有開背的 然後就撒一點鹽巴 烤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朝下 這一面有沒有 紅紅的 有點焦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翻面 泰國蝦不太怕會焦掉啦 它可能外面焦了 裡面不會焦 判斷它到底有沒有熟呢 就給它摔摔看 看有沒有水滴出來 如果有滴出來的話呢 就要再烤一下 如果沒有滴出來 就代表這個蝦子已經熟就可以吃了 我們的蝦子呢 全部都烤熟了 這個網子呢 剛剛就是經過烤蝦子 非常的髒 建議在烤肉的時候 記得要準備兩個網子 我們的烤肉呢 也都完成了 蝦子也都好了 準備開吃 那今天呢 在萊萊釣蝦場 測試的話呢 是蠻成功的 我雙勾一次 百威也雙勾一次 我是雙勾正吃的嘛 百威是雙勾雷達片 使用今天全部的東西 都是OK的啦 如果有需要今天的東西呢 在下方資訊欄都買得到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按讚並且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